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各位观众 你们好 又到了寻幼探圣 看缤纷世界节目的时间 那么今天我要跟观众讲的题目是 树木有灵性 灵就是灵验的灵 树木是有灵性的 今年有一本自然科学的新书推出 原著是德文 书名是树木隐秘的生命 当然我买了这一本新书 是已经翻译成英语的 那还有就是最近呢 知道有其他语言的那个一本呢 也纷纷出笼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本书呢 马上引起我的就是注意 因为我一直对那个自然科学特别有兴趣的 我在书店里面描一描看到这个书翻开来 越来越看一看 我就决定买下来 也很快地翻开这一本书来阅读 老实说我真的是读的那个精精有味 书不离手的了 很少我会开始看一本书呢 一开始就一下子呢 从头看到尾了 把它看完了 那么这一本书呢 那么这一本书的那个作者呢 是德国的一个森林学的专家 他的名字叫彼得沃勒本 他曾经在那个德国和那个瑞士呢 管理森林多年 所以具有丰富的经验 对树木呢 对树木呢 非常的熟悉的 可以说是疗辱执掌 但是他写这一本书 虽然自己是一个就是自然科学家 或者是树木的专家呢 他还会用那个大众化的语言来书写 可以很容易的让一般的读者 读得很明白的 那么我读过之后呢 就得到很大的那个启发 我读过之后呢 就每一次看到一些树木呢 我就会另眼相看 知道一棵树其实不简单的 而且呢 我也开始对那个树木这个植物呢 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可以说是那个兴趣扬然的 再来谈这一本书啊 他的作者主要要给那个读者的那个信息呢 就是说我们人类不要小看树木 认为树木 认为树木是一个带子 长在一处的泥土 多年好像是就是糊糊混混的度日子 一直到他的那个枯死 一直到他的那个枯死 其实 是根据这一本书的那个树木专家 这个德国的那个彼得 沃洛本所讲的 原来他说呢 那树木是其实非常的有个性 有灵性的 是有聪明 有性格 也有感受 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一次的题目呢 叫做树木有灵性 那么 树木究竟会怎么样子的聪明呢 原来树木会通过地下的根和其他 就是附近的其他的树木呢 来进行沟通 来交换那个信息 养分 又会通过地下的泥土的那个细菌和那个黴菌 发酵 制造营养 制造养分 然后和其他的那个在旁边的生长的树木啊 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植物呢 来相互的那个支援和那个互胜互利 我意思是说他们会互相的援助 那么换言之呢 那些再重在那个城市里面的孤单存在 或者是和其他树木距离遥远的树木啊 他们就会变成很孤立无助的 他们要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环境当中呢 来生活 不单单它是单独的和其他的那个树木呢 离开好远 当然除非是种在一个公园里面 或者是跟其他的树木呢 的距离很近呢 不然的话 在马路旁边很多时候呢 那些树木呢 是单独的栽种在哪里呢 离开旁边的树木呢 是有一段的距离的 那么对这些树木来说呢 其实不是很理想的 还有另外一样就是 城市里面 栽种在那个马路旁边的那些树木呢 其实它们的根可以往下生长呢 那个泥土呢 其实不多的 那为什么呢 不久以前 有一些超级的那个台风 习击香港或者是台湾啊 有很多很多 栽种在城市里面的那个树木呢 都纷纷呢 连根拔起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泥土不够 所以它们的根状呢 它们的根呢 不能够深入的生长在地下 所以台风一来呢 就很容易把那些树木呢 整棵树呢 把连根一起拔起 所以严格来说呢 树木也会受苦的 它们是有感受的 我记得看这一本 原文是德文的 这一本《树木隐秘的生命》呢 谈到每当那些树木呢 遭受的伤害 比方有一个枝干呢 很大的枝干呢 被砍掉或者是被风吹啊 它们呢都需要了一段时间 来慢慢地去补救 去复原的 所以看到这本书呢 让我感受 原来树木它们也会受苦的 常常常它们会被强风吹啦 被雷打啦 所以有一部分那个 那个枝干呢 会断裂啦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 树皮被剥 或者是染上 染上了有害的那个细菌 梅菌或者是那个 寄生虫 所以呢 树木它们也会自己的 尽量地自我去 复原 补救 或者是呢 得到旁边的树木的 那个来援助 比方说它失去了一半的那个质干呢 那可能呢 就需要有旁边的树木呢 来向它呢 提供不单单有养分啊 还有就是它没有 那个足够的那个树叶呢 来进行那个 光合作用呢 它就需要旁边的那其他的树木呢 通过它们的根呢 来把养分呢 树送给受害的那个树 还有就是 树木即使不能够支撑了 就是它受到的那些从外而来的伤害 而要枯死 或者是它自己本身活到 就是收中了 要死亡了 它就会把自己的那个树干 还有它的树叶 慢慢地去化解 就是倒下来的一个老树 枯死了 它在地上的时候呢 假如没有人为的把它挪走的话呢 它就会在掉下来的原地呢 它的树干树叶 那个质干呢 会慢慢地就是去化解 然后它的养分呢 然后它的养分呢 会回归到大自然 让其他的在旁边的那些树呢 就是通过泥土里面的那个化解的养分呢 再去吸收收益的 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老树倒下来了 就会把自己的占用了多年的那个空间和阳光呢 让给其他在附近生长的树木的 还有一样就是 其实树木呢 一棵树呢 它一般的那个寿命是很长的 一般来说 一般就是普通的一些种类的树呢 它们的寿命可以跟我们一个人 就是人类我们一个人的寿命呢 可以媲美有这么长 而且是普通的那些树木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树木 它们的寿命呢 是几百年 甚至有几千年的 这么长的寿命的树的 一下子我就会跟你们 约约提一提介绍吧 那么我读过这一本书呢 就是树木隐秘的生命 就令我对树木另眼相看了 所以现在我每当遇见一棵树呢 我就觉得它是好像一个有灵性的生物 就好像我们对待其他的 看待其他的动物 好像我们所喜爱的那些猫啊 狗啊等 我觉得已经无意了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树木 再来说 原来圣经呢 也有经文叫我们要 爱惜树木 我这里再来提到 就是圣经里面呢 有一节经文 在那个生命纪的二十章十九节 教我们呢 要好好的爱惜树木的 我就读这一节的经文 你若围困一座城 需要攻打许多日子 才能夺取 就不可用符头砍坏树木 你可以吃树上的果子 却不可把树砍下来 田间的树木 岂是人 让你去围攻的吗? 这里讲得很清楚 树木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其中的一部分 也是这个大自然造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的部分 我们也应该好好去看待 我记得我有读那个怀爱伦的书作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的 就是怀爱伦有写到 就是他提到 在史前时代呢 尤其在洪水之前呢 世界上长了很多非常宏伟的 专丽的树木 这些古代的树木 是今天最高大 最壮观的树木 所无可比拟的 而当时的人呢 竟然向这些树木摸摆 把他们当作神明 也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后来上帝呢 洪水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这些这么美丽宏伟的树木呢 也同时被灭了 其实到了今日呢 树木相信人是地球上可以活得最长久的生物的 可以活得最长久 可以长得最高大最宏伟的那个生物 虽然我刚才说到洪水以前呢 那些树木呢 可能更加宏伟更加高大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 美国加州呢 有出名的这个洪木 相信是什么至罪的那个记录者 听说呢 科学家研究这些洪木 就是加州的洪木呢 说他们呢 有一些可以长高达90到100米 就是100公尺这么高 而树干的那个直径呢 可以宽达8到10米的 这个真的是很巨大 不单单他的那个体型高大 粗壮 还有就是他们的年龄 计算 当然他们可以根据那些 巨下来砍下来的那个树木 树干的那个 我们叫树林的那个圈树 来去计算到 这一棵树 有可能是达到多少岁 据说呢 发现有一些呢 是老达到有3500岁这么老 这是真的无可思议 那不单单在美国加州啊 以前台湾 还有那个著名的阿里山的神木 我有去查看一些资料 就是100年前 当时台湾是日本人 那个统治的时候呢 有一些研究人员 科学家 他们已经到了阿里山 那些深山里面呢 发现当中有一棵呢 就是叫做红桂 这一种树叫红桂 也有3000岁 根据那个日本的研究人员的那个估计 而且高达40到50米的 直径也有4米多 但是呢 很可惜就是几十年前 一次打雷 遭受那个雷击 还有就是 以后还有那个虾雨呢 那个雨水 超在在那个树叶树干上了 结果呢 这个这么老的一棵红桂树呢 就倒下来枯死了 那现在已经没有这一棵这么老的树 最后就是圣经也提到 就是圣经时代 古代呢 在圣经那个当地呢 也有一种非常那个著名的高贵的树 你们也也许也知道 这是黎巴嫩的美丽的相伯树 这个是古时的最佳的那个木材 圣经有多处经文提到黎巴嫩的那个相伯树 那我在这里也不需要再详细的去翻查 跟你们读这一些经文 你们打开圣经也很容易找到 有关黎巴嫩那个相伯树 今天呢 在黎巴嫩呢 剩下来的相伯树已经不多了 因为经过千百年来给人类呢去砍伐 去就是已经呢存下来的那个相伯树不多 要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去黎巴嫩 山上一些呢 现在受到那个保护的那个地区的那个 还有可以看到呢 少量的少量的少数的那个相伯树的那个森林 那么现在给你们看呢 是我自己到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 看见的遇到的一些很特别的那个树木 我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嘛 我对那个自然科学特别有兴趣 所以我看到这些特别的奇形怪状的那个树木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把这些树木呢 拍照拍下来 那现在给你们看呢 是一些精选的照片 其中有的 有一棵呢 是叫做猴面包书 这一棵书 是我在那个 印度洋的一个海岛上看到的 你会看到那个树干很大 好像一个房子的 我站在那个树干前面拍呢 我已经变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人国的一个人物的样子 那另外一张呢 也是猴面包书 但是是在那个非洲西非一个面对 大西洋的国家 叫做塞奈加尔的地方呢 国家呢 看到的我也拍下来 那另外也会看到有印尼的大榕树 另外在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岛的那个植物公园呢 也有看到那个另外一棵呢 荣树的 另外一张呢 也是在毛里求斯岛的那个植物公园呢 看到的有几棵的很树干很粗的 一个巨大的那个树树 树呢 树呢 其实呢 是我们中国人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树木 但是它的种类呢 也很多 我记得呢 有一次在台湾呢 一个野外的 那个山头上的一个植物公园呢 里面有不同的那个树树呢 其中有一种树树呢 它的树干呢 是方形的很特别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在那个大西洋的一个群岛 叫做加纳利群岛 看到的很特别的外形很很有趣的 叫做龙树啊 龙的传人的那个龙树 有两三张啊 另外还有就是也是同属于那个龙树的 在美国的那个Florida 佛罗尼 里达州的 靠近那个Miami的 看到另外一棵呢 也是一树龙树 最后呢 有两三张给你们看呢 也是在那个大西洋的群岛 加纳利群岛 其中的一个岛上的那个高山上呢 看到一些比较原始的那些森林 山上呢 厌雾弥漫的 而且非常那个潮湿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两三张的那些 就是加纳利岛 山上的那些树木呢 都长满了那个青苔的 好了 那么今天跟你们分享 就是介绍那个大自然 其中的一个很有趣的那个题目 就是树木 原来是有灵性的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非常 谢谢观众你们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